各位观众,我们来观战一把狐哥的路头啊 狐哥好像输了一把,输了一把 到现在为止输了一把 狐哥的路头,我期待,我希望他能够遇到职业四黑 有没有,没有 诶,余生,那看到这个ID应该也知道了 他们应该是个四黑,而且是个实力非常强的四黑 这个余生这个玩家,老观众应该知道 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榜前的一个人房了 前几个赛季吧,倒是经常能看到的 拥兵,祭司,囚徒,加油拆,修机速度挺快的一套阵容 但这套阵容,前期抓人好像对路头来讲还蛮舒服的 即便是个祭司他也能抓,这边一勾 骗出一个佣兵的护臂,再一勾 可惜这边有张桌子挡住了,那应该不会去跟佣兵有什么纠缠了 祭司连大洞,第一个夹子放窗口 这边祭司的洞应该打掉了吧 洞打掉 嗯,虽然说呢,他上来好像这前面的三四十秒钟时间就在走,在找人 但也还好,拥兵没修机,这第一点 然后呢,那个祭司在联洞也没怎么修机 所以还行吧,就外面一个囚徒一个邮差在修,两个人也修了百分之四五十 我这边找到人开始抓,只要抓了人节奏不慢,路头就是一个宝瓶真胜 嗯,当然你要说四人开门战的话,穷者因为我们看上祭司有博命,两波博命 两波博命的话,好像一个中档时间的击倒 比如说是一个八十多秒的击倒的话,是有可能的 因为外面有个邮差,啊不,外面有个囚徒 这个囚徒是可以连线去补队友的机子的 那他不需要跑这个环节时间省下来 包括祭司连大洞这个时间省下来的话,有有可能 但是要非常非常极限的一个 等会儿,这邮差也是带博命的嘛 这么拼啊 这边狐羹应该是在防他的飞轮啊 狐羹应该是防他的飞轮 这刀打中人挂上帅外面的机子 总量加起来的话,三台还不到 三台还不到,加起来大概2.6,2.7的样子 这个机子呢 堪堪,非常非常的极限 你得是屁股压狠死,现在这波直接救下来 那四伦开门战应该不太好,不太够 他得是屁股卡的狠死的两波博命救 当然这边的话,祭司是想要去卡楼梯啊 狐羹一钩子给你勾开,让开,放开这个油差,让我来 那祭司走嘛,祭司走嘛,这边祭司还有一个洞 这波的话,救完人以后,油差还有2.6 机子就差一台了 诶,等会儿,这机子我刚刚是不是算错了 刚才不会是三台半,3.6的机子吧 我刚应该是算错了 刚才一个3.6的机子,这现在就是一台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出事情了 大过元宵的,怎么的,我早上就吃了 我也没喝呀 怎么密码机少看了一台 没关系 我们要相信狐哥 我故意少爆一台,给你们制造一点点血 你也算了,这个好像远不回来 就确实是我少算了一台机子啊 非常严重的一个失误,向大家表示抱歉 但没有关系,这个局狐哥能翻 你们信不信吗 这把狐哥输了 算我的 好吧,以狐哥的一个控场能力 能翻,必须翻 傭兵这边的话 拆夹子 这边开始慢慢的在外面补伤害 40的机子 勾过来 先把祭司挂上 那这边穷着的傭兵的博命 交不交 还是说让邮差来交这个博命 我觉得还是得傭兵交这个博命啊 不过呢 旧路头的人 其实傭兵和邮差 说实话也差不了多少 他有两手震慑的可能性嘛 一勾加一刀 这边的话比你互必 真的狐哥的大局关能翻呢 前期的节奏呢 确实抓人慢了一点 这边 夜勾 夜刀 囚徒那边连线补机子啊 还是重新修 这个是重新修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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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重新修一台 需要重新修一台 囚徒 再修 这边祭司 邮差 好像也在修 也就是他们这把要修七台机子 因为这个机子的一个距离 离的不是特别的远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密码机啊 这密码机形成的算是一个 中型范围的三角三连 所以说狐哥这边通过用夹子去封一边 然后去打另外一边呢 是可以把求生者打出一个缺口的 所以他们选择修三台 这三台机子修的就真的有点好了 导致狐哥封不住 对吧 那你们三台机子都在修 而且他们很聪明的一点 就是他们放弃了中间那一台 就是佣兵修的那一台 这就是四黑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交流的一个修机子 就一定是四黑 路人局很难打出这样的一个高度的一致性的 所以你利可能不能往一处使 这边还有机会 他还有一手 门开了 门开了 那可能有点难了 打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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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傭兵准备跳地窖 门开了没有 傭兵还有个博命呢 漂亮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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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